本来由明星粉丝团作者柴飞原创,为今允许不得转说道,女神紧紧感觉,自从她公布恋情之后,这体重就在直线上上。 不少网友都是感叹,女神景天也是要减肥了,她最近出席某活动现场时,就被大家吐槽虎贝熊腰,这和以前的差别也太大了。 景天在娱乐圈之中,一直被大家吐槽很不红,可是她的颜值算是很高,在班淑传奇,大唐荣耀的作品之中,颜值就是很高,特别是在大唐荣耀之中。 她国色天香,文雅可人,各自从变胖了之后,虽然补丑克也不太上镜,就如当年奖心在欢乐颂之中虽然颜值在写,可这身材也太走样了。 难怪女神要随时去保持身材,去各种减肥,现在的她手臂粗壮,一脸的臃肿,就算不是明星也应该去减肥了。 不过女神也只是胖着玩而已,估计过不了多久,她要去拍摄新剧,使她又会减肥成功。 其实这次下的景天还是很努力,而又低调的一位女星,因为她也出演过外国大片,所以她也是学习过英语。 当时的她为了学习好英语,可是边洗澡边背英语,并表示其实没时间都是借口,而且在拍戏时,她每天至少四个小时的动作训练,加四个小时的英文课之后的她,再接受了包括知名影评网站JBLO等外媒的采访,流利而又气场的英语口语,都是让人很赞叹。 只是最近几年之中,这景天又尝试开始出演电视剧了,感觉和电影相比较下来,大家觉得她更加适合出演的电视剧。 她在《大唐荣耀》之中,出演的女主角珍珠就让人很喜欢,剧中她的珍珠世世名门归秀,温乃贤德,只是这部作品的结局并不太好,珍珠最后还是去世了,让人很难接受。 现在的景天,还有多部作品,要和大家见面,其中最让人期待的作品,就是《火王之破小之战》,在这部作品之中,她就出演了干练语之上的热血记者。 景天在娱乐圈之中,这词人还是很不错了,只是不知道她就是没有大红,不过现在的她也算发展得不错了,不知道大家最喜欢景天,她的哪一部作品了。 本文内容均为明星本司团原创,专杂请先联系我们,谢谢。